这是德音社身份最高的人 我面前上班时间打游戏 我这工程现在正激烈 我就顾不上来 敢在老板面前公然摸鱼打游戏的 方言整个德音社也就只有侯镇了 侯镇是相声大师侯宝林的长子长孙 相声名家侯耀文的亲侄子 任谁都要尊称一句少侯爷 在德音社侯爷更是吉祥物一般的存在 虽然是名家之后 但他对舞台没有执念 反而在德音社兼职报幕员 郭德纲经常调侃 侯爷是我师父留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于这位恩师侄子 郭德纲可是给足了面子 德音社有场演出 本该侯爷上台报幕 可他正沉浸在推他的快乐中 玩游戏玩得忘记工作 最后还是演员自己解的围 对于如此严重的舞台事故 郭德纲却只是一笑而过 足见双标和放纵 另外据江湖传闻 郭德纲书房不允许外人随便出入 唯有侯爷来去自如 放肆打游戏 好不自在 二楼就是除了我这边是唱戏啊 什么唱大鼓之类的 就是他那电脑里边 我还不能实行这个法术 除了以上操作外 侯爷还有过不少豪横发言 他曾说过 郭德纲只是我们公司的签约艺人 因为德纲社99%的股份都在王会手中 德纲社影视制作公司的实际控股人 则是侯震本人 如此看来 侯爷这话确实不假 但敢说出来的也就只有他了 敢炸老郭电脑的弟子 除了于思阳还能有谁呢 都说条条大路通罗马 还有的人生来就在罗马 作为相声皇后于谦的儿子 德纲班主郭德纲的弟子 于思阳的配置是妥妥的人生赢家 年仅六个月就拜郭德纲为师 成为首批云字科弟子 得一名于云廷 按照拜师排名来看 于云鹏和烧饼都得叫生五哥 因为从小混迹在德纲社后台 于思阳人小鬼大 不仅向往舞台 而且毫不怯场 在德纲社的钢丝节上 小小年纪的于思阳和观众眼神互动 还不忘张开双臂和女观众索要拥抱 台上的老两口以及一众弟子 都没能干过于思阳 只一个动作就抢了所有人的风头 于思阳不仅享受舞台 从小就有射牛正 爱和人交朋友聊天 还必须得是美女 于老师的公子 爱跟成熟女孩聊天 才三四岁的小孩 他三四岁 他得找二十五六的聊 你这么点小孩 老跟姐姐们闹不像话 但是你太小 师父不能打你 我得吓唬罗原平 我一会儿结结实实打罗原平 那你能不打他吗 我说不打他也行 你打这起 不许再这样跟女孩说话 我就是一扭头啊 哇就哭了 这个你能不能放弃一样 这个这抽也 我哪头都放不下 这大概就是虎腹无犬子 名师出高徒吧 如今的于思阳 已经进入了中学 未来若是能和郭芬阳 合作一场 一定包袱不断 两人互相调侃 相比吃亏的还得是千大爷 单位里边好多领导 不一定真有水平 被开除的那些个 不一定没有能人 这话我还听 书店 我的妈呀 书店 老自个儿着不着 你知道吗 随线 你知道吗 郭老师调侃张先生 被曲谈开除 既是舞台包袱 也是真实故事 张先生与许多迫于生计 投身相声圈的前辈不同 又是家境殷屎 虽然家道中落 但却考上了大学 读大一时 因为热爱相声 毅然退学 进入曲谈后 张先生和团里的女同学 情投意合 但曲谈严谨恋爱 领导已开除为由 乐令两人分手 却没想到张先生 冲冠一怒为红颜 毅然放弃铁饭碗 迎娶爱人 在那个年代 能考上大学 又能为梦想退学 还敢为了爱情 丢掉铁饭碗 这魄力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哪怕是放在现在 那也足够传奇 离开曲谈后 张先生下海经商 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他干过餐饮 四千米的饭店 一百八十个员工 张先生是总经理 因为大一时学过建筑 张先生看得懂图纸 曾承包前门大街 一半的装修 第一步电梯 第一个玻璃墙 第一个锅炉 都是张先生安的 虽然转型为商人 但张先生不爱财 赚来的钱 都是请相声同行 吃饭了 年纪见长后 张先生重新回归舞台 并结识望年交郭德纲 为对方保驾护航 两人合作的大实化 成为令人难忘的经典 你还想听德云社哪些往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想听更多德云故事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好 好